那時候就在影區自製拍那種性愛影片 是妳有跟你男朋友有 只有我有 他還沒有 他還沒有 所以妳當下也不會懷疑是他流出去的 因為只有我這邊有 然後就很突然然後後面就去報警 然後就經過調查後面發現其實是在 影區灌一些監管軟體的時候 被裡面的人翻牌傳出去的 重點是還在我準備要升官之前 原本在部隊服務 然後我就在放年假的時候 就收到我學長傳訊息 跟我說妳被外流了 那時候就在影區自製拍那種性愛影片 對 可是是兩年前拍的 好像有看到新聞 是跟自己男朋友 但沒有看到那個東西 就在寢室裡面 然後兩年前拍的 然後就在今年年初的時候突然 不知道為什麼 從某個LINE群組被流出去 然後我就 什麼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 真的 而且我手機裡面 已經沒有那一段影片了 它就莫名其妙消失 然後我就 開始打電話跟部隊回報說 我的影片被外流了 然後怎麼辦怎麼辦 所以妳之前是有放在自己 存在自己的手機裡 對 我存在自己的相簿 可是都沒有傳 就是任何傳出去 手機也沒送球 所以就是妳有跟你男朋友有 只有我有 她還沒有 她還沒有 所以妳當下也不會懷疑是她流出去的 對 因為只有我這邊有 然後就很突然 然後後面就去報警 然後就經過調查 後面發現其實是在營區 灌一些監管軟體的時候 被裡面的人翻拍傳出去的 重點是還在我準備要升官之前 被流出去 然後因為其實現在當兵好像 妳進去部隊前 妳需要有一個軟體 然後那個軟體是不能在營區裡面拍照的 對 所以進去出來 妳都就是每一次進去 入部隊的時候都會檢查 有沒有這個軟體 對 所以是那個人在幫妳檢查的時候 是我把手機拿去灌那個軟體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要換手機 我就是 就是還要再講一次 壞事不能做 那時候就趁著換手機的時候還沒灌 我就拍了 然後我想說應該 不會被發現 然後後面我就拿去灌 灌的那時候被 那邊的人偷拍 那個人也是直行狗側 對啊 在偷拍人家這種東西 超級可怕 然後後面 我當晚凌晨12點去報警 報完警 就開始有新聞了 新聞就報出來 記者怎麼會知道 因為那邊的 LINE的群組裡面有 潛伏在裡面 然後就開始就 被演上 然後我就 後面就開始 進入一些 部隊的調查 然後後面就是被寄過 然後太除 而且我原本 我原本也是今年退伍 然後剛好事發的時候 差四個月 我原本沒有那些 退伍金 對 有差很多錢嗎 差 原本拿二十幾萬 現在大概剩六萬塊 差很多 差十幾萬 然後後來 後拍都有抓到吧 沒有 因為那是一年多前 拍跟灌的軟體 然後到我今年事發 已經隔兩年 很多人都退伍了 抓不到 太快了 而且隔這麼久 對啊 為什麼會這個時候才流出來 這是有新人 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剛好在 我男朋友要省掃校 然後我要 調去比較好的單位的時候 的前一個禮拜 天啊 被爆出來 那你看看是誰 調去你那個單位 就懷疑他 對耶 為了只要頂級那個位置 你還要搶我位置 這樣子 那離開軍營之後 你有後來去做什麼工作 我後面就 因為我退伍之後 就沒有工作 然後我們 就是現在有一個 成人平台的老闆 就有積極跟我聯繫 對 他就希望我去 就是當直播主 對 然後因為 我其實原本以為是詐騙 因為 對有可能 突然收到一個 成人平台的邀請 你會想說什麼鬼啊 就很奇怪 然後後面發現 他其實是想要跟我合作 讓我去宣導 私密影像被外流的女生 應該怎麼做 那這可以 這是好事 好正面喔 我當初被外流的時候 有接收很多 像私密團隊 然後台北市婦女協會 他們的幫忙 社工老師這樣子 那 我覺得她好厲害 念念念好厲害 一般女生怎麼承受得住 雖然我是做錯事 我在部隊拍這種影片 原本就是錯的 可是這不應該成為 我活該被外流的理由 而且 就是他們可以懲罰 你說你怎麼可以 亂在住你拍東西 但是外流是不對的 兩件事 因為現在社會很多 就是 提倡女權 那我們會比較喜歡 展現自己 那因為 這種資訊化 實在 相信這種外流的事 我覺得 不在少數 那我相信 女生遇到這種事的時候 一定會很想躲起來 不知道該怎麼做 就是會 把所有的問題 都加諸在自己身上 都是我的錯 那我以後不能見人 我想要給大家一個感覺是 我就算被外流 我還是可以勇敢的 活在這個社會上面 對大眾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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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嗨 大家好 我是舞動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小小小 我是蔡康永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S 我們是號角翔琦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阿倫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你今天要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恭喜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十全十美 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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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 平日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十周年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 APP更多的fiction 就在這裡 以...